Hello,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里是羊毛君,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留言情况 那个,没办法,大家也看到,不是我不烦,是系统出了故障,看不到那一亿多条的留言啊 既然这样就只能给大家看看这个,这个是方方画的画 他觉得妈妈最近越来越奇怪了,不仅会打理爸爸的花,抽爸爸喜欢的烟,还会做很多爸爸喜欢的事 这可真是奇乐怪了,这不是被附身了吧,这也太奇怪了 难怪案发后王金才到处说赵小娟疯了,可不是,这让谁看到都会这么觉得 可我总觉得有些事情说不通啊,比如每次他很奇怪的时候,他的婆婆都在附近,就像在监视他一样 可不要乱说,大家都在同一个屋檐下,没准是巧合呢 除非,不好,有人来了,这是田向荣吧,快藏起来 当时我和陈老师藏在柜子里,而田向荣的身影也一点点出现在了眼前 就在柜子快要被打开的那一刻,远处传来了赵小娟呼唤大家吃饭的声音 田向荣走了,想想刚才还真是惊险 千钧一发之际,似乎是方方拉了自己一把 事到如今,也只能相信这一切都是他们搞的柜了 桌子上的日记明显被人翻过,而门口也出现了一只蜡烛 魂熙归来,魂熙归来,父母以泪和一熙 妻女满面愁容,素叶思念无而喜,盼无而魂魄归来 归来熙,归来熙,黄泉陆关险 归来熙,归来熙,奈何小水寒 这老两口可以啊,一言不合就开始施发 这里操作小船跟着骑子的方向移动就可以了 到了哪里猜都猜到了吧,就是陈老师又不见了 而我也再次看到了田小爵,这顿饭来之不易,不能有差错 娟儿,炉子里蒸着鱼,别让火熄了 事先声明,我不是在炉子里,是在一个这样的地方 看到眼前这样的景象,我始终按捺不住好奇,靠近看了看 这是赵小娟的配件,这人是田鱼 娟儿,快吃鱼吧,这鱼烧得多好,这可是特意给你烧的 爷爷奶奶,妈妈不喜欢吃鱼,你们就别逼他吃了 乱说,他最喜欢吃鱼 是吧,快吃,吃啊,快 阿鱼,快吃,吃啊,吃啊 妈,这鱼真好吃